大家好 我是莎姐 今天就是希望大家記住 還錢 美國還錢 叫美國還錢 為什麼呢 因為美國會不停發國債 但是它是沒有任何保證的 法國債是沒有任何黃金 或者各方面有保證的 如果美國不肯回應自己這筆蘇州史的話 我們就拋售去國債 讓他們背 說一下 我們中國人有沒有那麼壞 我們沒有他們那麼卑鄙 美國一直都冤枉 其實不是美國冤枉的 是美國總統和那些班底冤枉 冤枉病毒是原始中國 但是其實很多科學家都已經說明 那個病毒是中國發現的 就不是源自於中國 病毒出現不是在中國起的 即是中國發現而已 就不是說病毒的根源不是中國 其實很多國家的科學家已經說出來 一定不是武漢那邊 而很多證據都暗瓦底 即是大家沒有說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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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是美國 不過每個明講暗講 都說可能或者應該大部分機會 是來自於美國 又說我們那些日本人 是沒有第一次發現的病人 他是沒有接觸過中國人 沒有接觸過他的武漢 但是去了夏威夷 即是這樣 而很多美國的部長都開始 對這個政府投以不信任票 就是說他們有一些侵特朗普的議員 他們在這個 獨行施數指數最高峰的時候 是沽了旗子 而賺了一筆 當他不停下跌的時候 就賺了 你不要以為這些不關市民事 其實是很關市民事 因為這個世界 我以前讀經濟的時候 這個世界是有限的資源 如果那些人賺了錢 某程度上 某些人是虧錢 或者支出了某些東西 那就是說 如果那些高官 是賺了錢 在這個跌市上賺了錢 那就是說 有很多市民 是選手難腳 是虧本離場的 所以大家知道 會虧本離場的 在這個恐怖的市場 會虧本離場的 就是一些經濟一般的市民 真是中產 或者更加有些想著 可能會升 有些傻傻傻傻 看到市道升得不錯 買入些才升 等貨去升 那些 有很多這樣的市民 如果那個人是 千萬富翁的話 他的股票大概是值幾十萬的話 他就算虧本了 或者虧本一半 他都不會在乎 反正那些大企業 可能那些大企業 根本不會虧到零幾 那就由得他先拿 通常這些會斷備離場的 通常是中產 或者以下經濟 所以 雙的一定是小事 那所以 很多部長都是這樣 撞著他們 而且他也發覺 你想想 我們香港很壞 我們香港的媒體 不知道為什麼 都喜歡幫助那一邊 不用腦 但是外國那些記者 他們真的專業 他們真的是什麼 他們都很多出道聲說 喂 你說到 是中國病毒 你 世衛已經說明 2015年已經說明 不可以用種族或者性去區分 你這樣做是不是有問題 也有些記者 說明 你因為你這樣的言論 令到很多華裔 而受傷害 而令到很多華人 或者華裔的人 是被人暴力對待 你覺得你是不是做得對 他也有很多質疑 因為之前也有一個報道說 有一個印度籍 還是印尼籍 即是泰國籍的父子 因為他們不懂分中國人 難聽這些說句 我去到日本 那些日本人都不知道我是中國人 他以為我是日本人 一口日文 我試過在飛機上 那個空姐和我一口日文 接著被入警方說 一張?我明明要兩張 這樣 他們是有時候分不到的 如果你的亞裔 你想想 日本人都尋找不到 我是日本人 還是中國人 更何況 那些外國人更加分不到 於是 那個小孩 就被他們解傷臉 接著連了幾十針 那 這就是特朗普 特意製造出來的仇恨 那我為什麼叫美國還錢呢 就是美國有個州的 不知道什麼 就是 不知道什麼 律師行 就向他們的州 還是聯邦 就說要告中國 就要他支付所有這個病毒 所出現的醫療費 要中國支付 而有一部分美國人都覺得 中國是應該支付 全數或者一部分的醫療費用 那些市民我不要說 因為有些市民就算知道 這個病毒不是來自於中國 他們都可能因為知道 美國政府是幫不了他 所以都希望中國支付 所以會有這個趨向 喂大哥 你知道美國人多自私的 他們當然會有這個趨向 喂 如果中國肯支付 我理得你的病毒是不是在這裡 或者我 聽這些講的 有免費餐 有誰不想吃 就是他們是想吃免費餐的 但是我又覺得很搞笑 作為一個律師 你要告中國 你是不是應該告上國際法庭呢 告他你和你的州政府說 你有沒有病啊 就是我不知道美國人的 那些病在哪裡來 那 如果正如他那個情況就是 如果那個病毒是來自於那個地方 我們就可以claim那個地方 那萬一證實在美國 我們是不是可以 叫美國賠錢 全世界啊 你要搞清楚 有多少條人命在那裡 我怕你 美國賠到連內褲也沒有啊 是不是 有時候我覺得這些人 真的 這些總統真的不死也沒有用 真的不死也沒有用 另外一件事 就是 我覺得很討厭的 我不是想挑戰 我自己也不想挑戰 我不是想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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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覺得有些事是必須 說清楚的 我有我的立場 我今天聽了《芒向》一段 他不知適合了誰的說話 其實我們現在爭拗是沒有什麼意義的 最主要是解決病毒 齊心合力解決病毒 然後他帶出的意思是 中國等爽那些 華春瑩那些就不應該再吵來吵去 搞定他就算了 他的意思就是這樣 就說我們中國不應該再吵來吵去 大概是這樣 就用那個人說 吵也沒有用 記得如果我沒有記錯 他沒有說前文後理 但我記得那時候他們說爭拗也沒有意思 我們現在共同的敵人是病毒 那個中國的官員 他的意思就是 你現在不停在那裡吵也沒有用 我們現在共同的敵人是病毒 你誣誣我們 各方面都沒有用 你應該面對現實 處理你的疫情 而不是在那裡 還在那裡跟我們說這些廢話 另外 是不是阿耿爽那些 他們的說法就是因為 美國說這叫China Virus 還有說是中國慈報 說中國陰謀論 什麼什麼什麼 說侮辱我們中國 所以他們就反駁 我自己的立場就是 他們侮辱我們中國人 侮辱我們中國 是錯的 如果真是我們錯的 我們沒有話好過 但是他們只是不停地侮辱中國 而增加仇恨而危害了我們在海外的華人 我覺得作為中國官員 他站出來反駁他 罵他 咬他 是應該的 我不知道 可能某人覺得沒有什麼所謂 你在海外華人 可能你不當自己是中國人 那你覺得沒有什麼所謂 但是我覺得作為一個中國人 我們必須維護我們的專業 這個不是說只是中國人的專業 不是國家的專業 也都是作為一個人的專業 你不可以誣摸我 明明那個病毒不是來自我那裡 那你誣摸我 然後要我和你默默認的話 我覺得不是 因為你要知道 作為一個國家級的代理人 或者是代表著國家的人 你想想 如果我不出聲 就是說大家搞定他就算了 你作為一個國家 作為一個代理人 你怎麼對得起武漢市 怎麼對得起湖北市的人 他們封城了七十幾天 我現在四月八號才說解封 封城了七十幾八十天 他們不是封城 他們直接連上街都不行 他們犧牲這麼大 為什麼還要被人誣摸 我可以說 你不可以 美國不可以就這樣說 你們不可以就這樣 即摩托你不可以就這樣說 大家搞定這件事就算 這個已經不是去到一個 搞定這件事 不搞定這件事 如果美國一直都沒有說 這些侮辱性的詞語 沒有一直都沒有誣摸我們的話 他只是一直好像意大利 最初最多是撤僑說一兩句 但是人家最後意大利也有道歉 是嗎 如果他抱著意大利和日本的態度 大家就不需要爭吵什麼 可能最初他不知道情況 所以說了一兩句失言的話 大家就可以說 算了 大家搞定這件事就算了 所以就算以賴賴當初 都有說過一些不對的說話 或者說過一些難聽的說話 但是中國依然爬進去 因為他後來都沒有再說任何話 也都很能表達到他們的協議 但是美國明明知道這件事 根本就不是 而在很多科學家都證明了 根本就不是武漢的時候 他依然說這些說話 依然令我們海外華人增加危險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還要容忍他呢 還是跟他說不要緊 搞定疫情就算了 我們中國人一向都是以和為歸 但是他不踩到我們最盡 我們都不會發抖 你有見過我們中國有對 去意大利亞 伊朗 伊拉克 日本那些 有做任何事嗎 沒有啊 有派員的有派員 沒有派員的我們也都運物資過去 或者可以自己省些賣些物資給他 我們是對美國的衰 所以我可以說 我不知道芒向的立場是怎樣 他說他中立 但是我自己的立場就是 我絕對要美國道歉 絕對要公開他的事實 為了確保我們海外華人 以後都抬得起頭 這個是一定要去道歉的 不可以說搞定這件事就算了 現在美國的航空母艦去到中南海了 想什麼啊 想嚇我們啊 你們有沒有看啊 芒向 你有沒有維護我們中國人的面子啊 當然啦 你們在加拿大那些 我的護照 你們可能不太介意 覺得自己也不是中國人 但是我覺得我是中國人 我絕對不容許我國家受這樣的屈辱 那這次講到這裡 如果大家覺得我這樣採網是不對的 你想退訂 我就不介意 因為其實我這個網台 我都不是為了要增加收入或者成功 所以如果大家覺得我過得過份 你們想撐某方向的 那你們可以退訂 我不介意的 因為我覺得我不羞無愧 好啦 今次就講到這裡 拜拜